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投资料 大家好 今天台北股市再度上涨收高了 那这个行情呢 面对昨天晚上的美国科技股的指数 那是出现一些获益的卖压 跟这个道琼公益指数算是有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连带的在今天亚洲主要股市 开盘以利空反应 这收盘 到目前为止 日本跟南昂股市都是一个下挫的一个格局 但是台北股市呢 怎么看都是很强 对不对 好了 快要进入了这个2022年的这个倒数的第二个交易日 今天表现当然是这样非常的抢眼 那明天就是一个最后的交易日 那这2021年的这个据点就要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就要进入2022年 2022年 那投资票 你的投资展望是什么 你对2022年的行情 你又觉得怎么样 那虽然这个市场是已经有开始在分析 未来怎样 投资的前景 前景 那个半导体啊 当然是一个方向啊 电动车啊 当然是一个方向啊 绿电啊 绿能啊 当然都是一个方向 但是投资票 这些 我们之前都在节目上面都跟大家讲过了 现在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行情 行情在2021年跟2022年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怎样 美国FED利率决策会议的内容已经告诉大家了 明年的第3月份就要怎样 QE要结束 三月份一结束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怎样进入升息的一个情况 这一个对行情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这在2022年都是你必须要特别特别留意的 当然每年啊 我们每年都要留意这个美国FED 但是 投资票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是台北股市在今天非常非常的强劲 你可以看的这个江波图是怎样 开高之后呢 这个成交量并没有太大 那往下回落 这出现一些震荡 那再拉抬走势 那最后的收盘成交量是只有2398亿 这个地方是再创历史新高的走势 这个地方的成交量却是怎样 明显的怎样比过去都还要低 如果以这个周克线上面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成交又回到了什么时候 又回到了当时这个时间点是什么 2020年的这个时间 这2020年的这时间 我们缩小一点 2020年的这时间的成交量 就跟现在的成交量差不多 那当时这是怎样 经过一方下沙 就是新冠疫情的下沙之后 造成成交量怎样 有一点点这样上涨 要不然呢在年初的时候 这成交量都是这样 比较明显低落的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在时间点进入2022年 跟2021年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股价的机器不一样 成交量的变化呢 也跟怎样 2021年会不一样 到底还有什么重点 要需要那个注意的 待会我都会告诉大家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这一个亚洲 主要股市的行情 上海今天是怎样往下回落的 南韩股市也是一样 香港恒生还是一样 日本股市还是一样 那昨天晚上的 美国这个四大指数的表现 我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 面对今天亚股走落的情况 台北股市继续的强涨收高 那这继续的强涨收高 那我们要找一个人来做怎样 比较啊 然后这台湾人最喜欢跟南韩比较 对不对 好 我们的棒球 我们的篮球 过去是怎样 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怎样 比篮球 有没有 每次都比输了 好 那再涨大一点呢 是怎样 比棒球 那比棒球呢 我们好像这样 有时候赢 有时候输 但是输的几率还是很多 但是在这股市上面呢 要比什么 比什么 有人说是要比三星 对不对 好 那三星 三星 三星到底我们要怎么跟他比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台北股市 今天的江波图 这盘中我们结束下来的当时上涨了60点 而当时的南韩股市呢是怎样 下挫大跌0.92% 那为什么不要用点位来做比较呢 因为他们这一个点位跟我们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用这个百分比来看 我们是怎样上涨的这一个 他们是怎样下跌0.94%的 好 0.94呢 可以称之为怎样接近1%的这个大跌了 那所以呢今天台北股市当然是相对的比南韩股市还要强劲 那如果我们把时间放 怎样放宽放多一点 好 那这是过去半年以来的走势 这个地方是6月份 这个地方是12月 这个到今天是怎样 月底 所以这个地方是从怎样 6月初 应该讲说5月底时间 5月底的时间 开始到这个12月底时间的这走势 这一张是台北股市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上去也有下去也有上去 那你看到这个右边 这叫做南韩重额指数 一样的时间 是在这个5月底6月初的时间 但是它的高点在这地方 从此之后呢 从7月份就一路的往下 一路的往下 一路的往下 在最近才开始怎样 一个月才开始怎样 反弹 这反弹的幅度 跟台北股市的这个江坡 不是江坡土 日K线的走势 差距有多大 好 你可以想象的出来哦 好 同志们你可以想象的很出来 好 那这个地方 当然开始就有人说 那三星呢 怎么样又怎么样啊 我们台湾的这个低润记忆体啊 极其直追啊 我们台湾的这个面板厂啊 好像也不错啊 那我们台湾的这个封装 什么 这个不要讲封装 我们讲金元代工啊 那更是怎样摇一摇 这样领先啊 对不对 好 虽然三星被打败了啊 台湾股市当然就怎样可以走强啊 南韩股市下跌是应该的 好 那总而言之 投资上 基本上 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会把这个怎样 看法这样 放在台积电身上 台积电只要领先三星 就好像怎样赢了全部 台积电只要怎样 感觉很不错 有没有 好 就好像三星输了 好 那总而言之 好 那没有错 那理论上是这样子 没有错 但是我们如果来从这个过去 一样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 这是台积电的股价 这是谁 南韩三星的股价 所以过去半年来 你可以看到三星的股价 有没有下跌 有下跌 有没有上涨 有上涨 但是在今天这个盘中的这个位置 跟它在半年前的位置 就是有没有差很远 没有差很远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南韩重合指数的走势 过去的半年 在今天盘中的位置 过去半年的这个位置 在这地方 差了很多对不对 因为它现在比较低 但是三星呢 三星比过去半年前的这个 怎样 位置不会差很多 不会差很多 那相对的 左边这张图是这个 我们的台积电 台积电 这一样的半年来的走势 你可以看得到 它是怎样往上走的 没有错 这是一个出现震荡 但是最后是怎样 在这地方 那这个地方 大约是600块钱的位置 这个地方是多少 今天是多少 投资票看一下看一下 616 涨了多少 不多啦 这个地方大约是600块左右 这个接近600块 这个地方是616 有没有上涨 有上涨 但是有没有涨很多 好像没有很多 来对照 对照这个大盘的这个加权指数 我们是怎样 感觉上就是这样 涨得很多 南行股市是怎样下跌的很多 这样一来一回 你可以发现 工程 台北股市上涨的工程 台北股市比南行 股市还更为强劲的工程 不仅仅是台积电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真正上涨的幅度 其实并不大 其实并不大 这张 这张是它的K线图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这个斜率 用眼睛看有没有这条粉红色的虚线 这斜率好像是 有点平 又不会太平 对不对 好 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连电 连电的这个一样的 在同一个时间 上涨到今天的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 这条虚线就怎样 感觉比较斜的 对不对 我们要用左手 感觉比较斜的 对不对 这斜率比较高一点 所以 连电在最近的这半年以来 当然是比台积电上涨的 这样还要多一点 好 那所以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台币股市 明显的这样强于南昂股市 主要的原因 并不完全是台积电厉害 主要的原因 当然还有其他的重要的全资股 这其中包含了在这一个 连电 这其中包含了在这一个 这个金融金控股 应该讲 国财金富邦金的身上 这其中当然也包含了什么 中钢 这其中也包含了 包含这个有反弹的 这长龙海运 这其中也包含了什么 有达跟勤创 这其中还包含什么 联发科什么突破1000块 对不对 这其中还包含了什么 投资面 大力光补涨了对不对 那总而言之 在这最重要的 在全资股上面 在过去的半年 几乎都有这样 有涨有跌 但是他有没有表现的机会 答案叫做有机会 那在这过去的半年 你在股市上面操作 投资的信心 强不强 一开始很强 对不对 五六月很强 对不对 七月很强 八九月十月就好像 开始往下回落了 好了 这到现在呢 这个信心越来越薄落了 那现在有人问你 现在要不要买股票 请问你会怎么回答 同志们 现在如果问你 现在怎样 你要不要进场买股票 你会怎么回答 好投资票 每个人的回答肯定不一样 有人会说这个地方叫做高档区 有人会说这个地方呢 这一个什么跟我一样 量价背离就怎样 就怪怪的不想要进场 有人会说这个地方 接下来景气会怎样 继续好 那我们要继续买股票 有人会说呢 我现在都很多股票都套牢了 没有现金啊 就算要买也没有钱买啦 好投资票 我想这个理由 这个原因很多啦 对不对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有很多人 竟然在台北股市再创历史新高 竟然在台北股市持续上涨走强 创高的同时 所中的投资的资金是怎样 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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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已经有人怎样 阵亡出场 台北股市明明在过去的几年 是往上走强的 在中间当然有震荡 但是呢 在股市上面操作 因为做短线 做到没有钱的人一堆 好 那这时间点 这量缩量缩 到底是为什么 我会告诉大家 当然有一部分的原因 当然是这市场上 有很多人已经做到赔钱 已经不再进场了 好了 我们不多讲 我们来看一下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叫做2382的广达 它的股价呢 在最近的这几个月是怎样 上涨强涨创高的 那最近开始有人在 讨论广达股价怎么样 投资面 问你一句话 在过去一年 过去一年 过去两年 请问你有没有想要买广达 请问你看到广达几次 请问你有没有 思考广达 这个要不要投资 要不要买他的股票的这个 这种这种想法有几次 肯定是用一只手可以算出来 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的人对广达的这个印象 除了他当初挂牌 当过股王之后 股价是一路的往下滑 接下来股价是怎样 平稳的 接下来股价是怎样 跌不成梁不坏的 就连法人就好像不太喜欢买他了 但是投资面 现阶段竟然有很多人开始在讨论广达广达 为什么因为他的股价怎样 持续上涨创高 持续怎样 比大盘股价还更为强劲 为什么 投资面 为什么 几乎近是为什么 好 见重点是怎样 待会告诉大家 好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叫做友达 好那这只股票呢 请问你 这股价从这地方10块涨到这地方35块 往下回落 跌到这地方大概17 18块16块左右 再盘整到这地方将近22块左右 你认为友达现在的股价是便宜还是贵 你认为现在友达可不可以买进 投资面 不知道对不对 你手中没有友达的怎么办 加码 对不对 手中没有友达的人怎样 不买 不想买 有这么多股票干嘛一定要买友达 好 总而言之 每个人的说法肯定也不一样 那这只股票一样叫做什么 群创 一样的问题 在过去这段时间从这9块附近 大涨的上涨到这32.55元 再回落到目前为止 这个收盘价大概是在这个19块20块附近 请问你群创是贵还是便宜 请问你现在可不可以买进群创 什么时候买最好 好一样的问题 有答如果可以买 请问你什么时候买最好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好投资面 思考不出来 思考不出来 好我告诉大家在2022年 跟2021年的行情铁定不会一样 那我已经说过送你一个字 这个字叫什么 大 大 刚刚我们说过广大 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了广大的股价 为什么可以在这边强涨比大盘更强 怎样 比你的台积电更强 比你的联电更强 比其他的股票更强 为什么 好投资面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2022年就是这个大 你就从这地方思考 那我昨天已经跟他讲过了 股本大大公司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全值大 第三个是什么 产业龙头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些方向 如果你的选股 你还是偏向于中小型的股票 投资面 铁定也会有标股 股市在涨一定有标股 股市在跌还是有标股 中小型股票 铁定会有股票要标 为什么 因为市场资金很多 他一定要找股票来买进 一定要来找股票来炒作 怎样 力滚力嘛 这个钱赚钱 好 但是投资料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过去2020年3月份 全球股市崩跌大跌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有很多股票怎样 当时去买进 当时不卖 继续报 最后是怎样 可以解套 加获利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在2022年如果出现一样震荡 一样怎样突然下跌的行情 你买错股票 我会告诉大家 有可能会怎样 很难翻身 很难翻身 海运股 货桂山雄 长龙海运 阳明海运 跟这个万海 那这个故事我就不多讲了 我只会告诉大家 你以为你现在长龙海运 在这地方 你觉得你可以解套吗 你买了200多块 2003 220 210 200加 投资票 一堆人买 阳明海运也是一样 你以为你可以解套吗 投资票 你自己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那 感觉上还有机会 对不对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在2022年 如果你买错股票 这股价是曾经怎样 会有这样 崩跌的 未来你想要再解套 就不一定 就不一定 那投资的方向已经告诉大家 叫做大已经送给你了 那在这个股票上面 这个地方我就直接告诉大家 这张表 是怎样 我刚做好的 那台北股市的市值前60大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哪些 那上面有哪些 那这地方有一些数字 这数字是什么意思 投资票 这一张图表 如果你想要 就请你来加入Lite Ad 在Lite Ad上面留言 留下你的姓名 跟电话 我就会送给你这张图表 当然这张图表的意义 你拿到 你当然这样还可以 你看得懂 就这样看得懂 如果你看不懂呢 看不懂就这样 要加入我的会员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个 2022年线上投资展望 这是我们会员 怎样 免费的影音 我会在这 投资展望上面 会告诉大家 这一张表 到底要怎么看 这一张表 有哪些股票 在股市怎样怎样的时候 就必须要怎样 往那个地方走 投资票 这一张表 你想要 我可以送给你 只要你在Lite Ad上面 留下你的电话姓名 就会送给你 但是如果 你看不懂 那就请你来加入我的会员 那要怎么加入会员 要怎么锁写这张表 也让你看这一只手 我的这一只手下方有什么 Lite Ad QR Code 你随时都可以这样 扫描来加入 就扫描加入 就在这地方留言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那在2022年线上投资展望 资金面的这一个 选股方向的解析 这是这个讲题 好 那我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 这张图表 我一定会在这个影音内容上面 告诉我的会员 这到底要怎么看 另外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大盘今天的走势的行情呢 在今天的行情呢 这盘前三分钟 是直接告诉大家的 说开高 这个大盘若能突破 并且占稳这1825的压力 那急转线上面线路呢 会有怎样摆脱 背离卖讯的这个讯号 反之 尾盘时间就要留意这个卖压 对于今天的行情走势而言 在这个18243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开高 就刚好就在18243附近 这没有作弊了 开高的附近就在这里 穿出去之后呢 他有没有站稳 并没有站稳 他往下回落 那再往上攻坚 那这地方 这地方有没有突破18243 有了 所以尾盘的这个下跌的卖压 要不要在意 就不需要在意了 就不需要在意 而对今天的行情呢 这个看法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在call讯上讯息上面 我也会告诉大家讲的都很清楚 这个开盘量其实扩增的并不是这么的大 那在今天的早盘 在全资股的卖压呢 其实也没有这么的强劲 反而是买盘 买盘还算不错 那在对于这中小型股票的这一个身上 那有一些获利的卖压出现了 但是在这个盘市越走越强 这盘市呢 跟相对这个亚洲主要股市 这比较明显走强的情况 台北股市的多头 感觉上这样就这样 很像很有前景 感觉上就很像这样 很有信心 好 那有信心 有信心 这对行情 接下来到底要怎么看 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这个大盘的 今天的这多方动人空风动的数值 在ZK线上面呢 这多方动人的强度呢 比昨天减少了18.4% 在ZK线上面呢 这个地方多方动人的强度呢 是比上个礼拜增加了1.3倍 停一下 好 那这个月K线 这是空方动人强度呢 比上个月怎样 减少了76% 那这空方动人强度是继续有增强的 但是呢 它的强度呢 比上个月减少了76% 换句话说 大盘的在这个中长线的 这个走势上面 有越走越强的味道 但是缺点是什么 为什么刚才讲到 这个ZK线的多方动人增加的时候 要稍微停下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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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盘的ZK线 ZK线上面怎样 出现怎样 量价背里的走势 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地方的成交量比较大 这地方的成交量比较小 明天 还有一个交易日 这明天加上去 肯定也比上个礼拜还小 那这地方是地减的 这地方的股价是怎样 地增的 这明显的怎样 量价背里 好我说过了 这股价 可不会由红翻黑 有没有 由黑翻红 那这地方真的由黑翻红 翻红之后 在这礼拜拉出了 这个红K线 这个红K线 这地方叫做量缩 缩红K 原本我们认为缩小红K就好 但是它的红K有点大 那量缩缩了一个红K线 在这礼拜再量缩 再去攻高 创高 创历史新高 好那这地方真的是很麻烦 操作上面 操作上面 你必须要体认的是什么 股市的成交量会地减 股市的成交量会开始怎样 往重要的股票身上集中 为什么 因为成交量地减 好就这么简单 好那这 说这 绕来绕去 就是成交量 成交量地减 好就是这样 过去呢 我说过台北股市呢 在这上涨的时间点哦 这大涨的场 很少有主流股 那这个主流股呢 在这个地方几乎都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 使得这旁边资金 怎样是散开来的 1600多档的股票 它是怎样 每档股票好像都有买盘 每档股票好像多有人要买进 好就连那过去 那个跌不腾 两不卖呢 每天成交量只有个位数的呢 还有这个 1,20张 3,40张 4,50张的呢 都已经怎样 受到命令 这券商就可以怎样 自己去坐价坐量 坐量又坐价 好那总而言之 就券商自己玩的 好有些过去成交量 很小 名不见金状的公司 或者你连看都不会看的公司 股价最近都在飙涨 好这毫无疑问 就是券商在做的 那券商为什么敢做 因为怎样 金广卫去下令 金广卫主委就说 要有成交量啊 麻烦你们证券公司去做啊 那轮流做 好的这样 好这我觉得 这个有点过分 好过去的这个金广卫主委呢 都说这一个成交量小的公司 要怎样 准备下市 请问你们要不要下市 现任的这个金广卫主委 为了怎样 为了怎样 那我就不多说啦 反正就是 有利可图 就怎样 鼓励券商自己去 坐价又坐量 坐量又坐价 好这 如果投资票 你不懂流动性风险的话 就跳进去 这个未来 未来就怎样 很难 很难翻身 好那我们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 在这个大盘的日K线 跟周K线上面的 这个走势呢 这个成交量是明显的缩小了 以周K线上面的角度来看 大涨创新高的一个走势 那成交量在伴随是量缩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这量缩在这短线上面 它不会有杀伤力 但是一旦出现利空的时候 它将会是一个杀伤力 将会是一个要害 为什么 因为股价一直上涨 成交量一直下跌 好 越涨会怎样 越怎样 会怎样 好 有没有听过 有行无事 好 有价嘛 有行无事嘛 这股价一直上涨 但是成交量呢 有没有人买 有没有人买 很少人买 好 很少人买 这股价上涨都没有关系 但是股价跌的时候呢 这些人买进去的人 要卖的时候呢 怎么卖 怎么卖 买的人已经很少了 一卖就杀杀到爆掉 这个杀伤力一定会出来 好 那当然呢 有这个令当别论的这个情况 这个令当别论就是说 可能这个政府会怎样 下令呢 就不准卖股票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护盘基金呢 这持股已经高达超过六兆啦 好 那我们这一个缩险子资金呢 进场呢 差不多超过两兆啦 那我们的这一个 投信法人的资金呢 也是蛮大的啊 那我们这些上市柜公司的老板 会不会接到命令 不准卖股票 投信法人这都见仁见智 好不好 所以我只会告诉大家 这陈家亮 未来啊 这个出现利空的时候 它才会怎样产生这个这样 重大的这个伤害 那目前为止 短线上面呢 大家都可以先不用 这样太过在意 但是呢 缺点是什么 缺点就是这个 重大的利空 到底什么时候出现 这个就是麻烦的事情 这是麻烦的事情 好 那是大盘的这周K线 这个线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线的这一个地方呢 当然是陈家也是这样 量价倍率的 创高的这个走势 面对这地方 这大盘的这个多方动能 比这个昨天是稍微减少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这个下个礼拜 应该讲说就是明年了 明年的这情况 那可能会怎样 会有一点点震荡 那原本我们预取的 圆月效应 圆月效应 到底会有多大 那我个人认为 在上半个月 明年的上半个月 在这1月10号之前 应该还算是一个稳定的 那在下个月呢 下半个月呢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会比较麻烦一点 好 这是大盘的月根线 月根线在这个地方 是出现了什么 这个一个一样 量价倍率的走势 创高之后呢 陈家是带出来 这陈家量 这陈家量大概只有6.2兆 这6.2兆 上个月呢 是7.9兆 那不过好消息是什么 它比这上上个月 跟上上上个月 都还要大 我完全要说 这个地方过高 有没有扩量的这个情况 有机会啦 这是过高扩量 但是呢 这个地方的成交量 是比这地方小 所以越涨越高 这个地方越K线 会不会也跟着量说 答案叫做会 答案叫做会 明年的1月份 那因为我们过年 过年的时间点 在比较后面一点 好 所以1月份 一整个月的 这个行情的成交量 刚刚会怎样 会比这个月还要小 甚至跟这个月相当而已 但是2月份 因为过年的时间 它的成交量会怎样 量缩的更多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1月份的成交量 就比这个月 12月怎样 还要小的很多 那2月份就更不用缩了 好 那成这个交易时间比较少 上班时间比较少 所以成交量更量缩 那这股价如果是继续走高 我真的要抓一下头 再抓一下头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最好的行情 最好的行情 应该是在这个 明年是上半个月 就是1月份 上半个月呢 偏多 那下半个月就开始整理 那这整理整理呢 这个最好是在1、2月份 都有一些利空 所以利空 伴随出来 就是怎样 量缩 这样子的走势 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呢 这个有时候我们的预期 天不从人愿 对不对 好 那大盘的走势呢 我们大概讲到这地方 越讲越多 越讲越这个 越来越远 我们就不这样 就会讲不完的 好 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呢 当然是大盘的这一个 这个一些呢 刚才我已经说过 量价的关系在这地方 短线上面呢 不用太过在意 但是呢 在这个出现利空的时候呢 当然就会是一个问题所在 那在这地方哦 我们的这个租管机关 又开始怎样 又开始要制造机会了 对不对 好 这制造机会是什么 成交量 好 那我们呢 这个刚刚我们讲的 金广会主委 下令 没有量的股票 做到有量 做到价格上涨 做到价格上涨 放量 总而言之 就都 都给他们赚嘛 都给券商赚了 那现在我们什么 券商工会底市场 要丢出来这个 T加林元梦 这卖股票 卖股票 隔两天才拿到钱 现在怎样 今天卖 明天就拿到钱 但是呢 你要给利息 怪怪的 我今天卖 大后天拿到钱 不用给利息 我今天卖 明天要拿到钱 要给利息 这钱不是我的吗 为什么要给钱 要给利息 反正有点怪 但是呢 我们的券商工会 理事长呢 还是这样 继续要推 那这个时间点 大概是在明年的 这个上半年 也是第二季 会开始完成 那这个理事长 是说什么 这成交量 可能可以这样 放大多千亿 我认为这个叫做逻辑 这个叫做理论上逻辑 可能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 在交易上面呢 我不认为这个地方 会就会这样子增加 我觉得这个T加0跟T加2 到目前为止 整个市场的这个投资人 他已经准备好他的资金 要怎么轮动 要怎么转换 有一些大户 有一些大户呢 他在转资金的时候呢 他在这个卖股票 他因为有T加2的关系 所以他直接就这样 他会先进 单就会先进去的 所以这股价呢 那事实上他们都 只要是都已经有这样 做好一些T加2的这个 资金转换 资金运用的这个 这个交易模式 所以这T加0 对一些大户而言 真的会创造输 这个成交量有这么多吗 我个人认为这个 交易实物上面 可能还是有带商榷 可能还是有带商榷 好 所以呢 成交量成交量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很多的成交量 这是大盘的这一个周隔线 这是周隔线 周隔线上面 这个成交量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这一条蓝色的 这一个箭头 就这样明显是往下递减的 但是这个地方震荡之后呢 股价是往上走高的 量缩最多的时间点 股价竟然是怎样 强涨 量缩最多的时间点 股价竟然是怎样 强涨 过高 创高 好 这是大盘的周隔线 我刚刚已经讲了很清楚了 短线上面都不会有问题 但是就不要有利空 你就这样要这个 欧密斗舞 未来都不要有利空 都不要有利空 如一旦有出现利空 那肯定就没有人要去接股票 那谁要卖股票 谁要卖股票 好的 大股东 公司派 当然会先卖 你以为是护盘基金 护盘基金不一定会卖 好不好 OK 好 委外代操的我们的劳退基金 不一定会卖 好不好 但是这大股东卖掉 这就有一些好玩的地方了 好 这是大盘的约克线一样的这角度 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台积电 我们昨天跟他讲的建厂的这个扩敞效益 好 那在这地方我们做了一些解释 那在今天的行情上面 那樊轩昨天股价没有涨嘛对不对 今天竟然攻上涨停 这攻上涨停到底是谁买的 你认为是你买的 那恭喜你啊 看我的节目你有赚到钱 好 基本上呢 这樊轩的股价呢 在这地方绝对不是 不会是我买的 因为在这个日K线 这根红K线拉出来之前呢 他的股价线路是怎样 有点疑虑的 这疑虑呢 带出来的这一个角度 在拉出这一根漂亮的红K线 虽然有已经有化解的味道 但是呢操作上面呢 我会跟大家讲 帆轩帆轩 他会持续的走强 但是请你不要过度的追降 这个地方操作还是要稍微的看一下 这成交量的变化 成交量越大 放的越快 那你就要越小心 会有新人会出货 相反的 那在趁震荡的时候 你是切入找买点 那做短打或做波段 你的资金比重只要瞧好一点 应该都可以赚得到钱 好 那帆轩如果买进去 不会赚钱 那就要打电话 问一下台积电 这工厂到底盖的怎么样了 好不好 好 那这地方我们就不多做解释了 那接下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谁 这张图叫做6244的茂迪 6244茂迪在我会员朋友 今天会收到这一个抗讯 这通抗讯就是一张图 那这张图呢 当然有重要的文字 我把它拿掉了 那这边直接画出来 这个位置叫做36.2 那为什么要讲36.2 你自己来看一下 帽底今天股价 OK好 帽底今天股价呢 36.2是在今天的制造盘的高点 那这突破之后呢 今天最高点是36.7 收盘价是在36.35 都是站上了这36.2 好 那这意义是什么 投资朋友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你在今天就收到抗讯了 你在今天盘中趋势分析影音 那我们就已经都讲过了 好那这个地方 你手中的股票怎么办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手中股票怎么办 投资朋友怎么办 自己看着办对不对 好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重点 每个人交易习惯不一样 每个人看法看盘都交易都不一样 那资金 股票 这是比重 这个会有多会有少 那另外是什么 你要隐秘的去追求报酬 勇敢的冲 还是你要稳健的操作 同样每个人的交易个性也不一样 好那你在股市这么久 在股市这么久 我只会告诉大家 冲越快的人 冲越快的人 交易越频繁的人 铁定几乎都会是输家 为什么 你不要看现在这个证交税是减半 事实上你在教育频繁 这所需费怎样 抽的多 抽的多 教育税减半 多做两三趟 就等于没有减半了 原本你过去是这样 一天做一次交易的 因为这个交易税减半 今天一天做三次 一天做四次 等于有减半吗 你反而是多做 多被磕税了 对不对 所以我自己要研究一下 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最后 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时间点 请大家一定要去做这句话 汽车产品会电子化 那整车的市场呢 会电动化 那对于这句话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投资的这个重点就在这里 投资的重点 这包含了很多 包含了很多 对于这个电动车 对于这车用的晶片 在我在节目上面 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明年2022年 那已经有这个 IC Insight或者这个 Chainforce都已经告诉大家 那总而言之 我会告诉大家 我们有另外一篇 一篇的看法 2022年 车用电子的这个晶片 当然肯定会怎样 会有缓解 会有缓解 但是这缓解呢 在进入在这个 2022年下半年缓解 偏偏怎样 2022年下半年又是怎样 电子的旺季 所以呢 这缓解的这个感觉 会怎样 会很薄弱 会很薄弱 换句话说 明年2022年 电子这个 这个车用晶片呢 会持续的缺 会持续的缺 那到2023年 才会怎样 比较好一点 那为什么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2024年 可能就怎样 台积电产能就要开出来 所以2023年呢 就会有一些订单 会怎样 会比较慢下单 会比较慢下单 要等 要等 好 总而言之 明年一整年 半导体应该算是不错的 那在这扩及 这个其他的产业 那我就不多讲了 我只会告诉大家 请你一定要留意 好 这支股票呢 是PGP相关的 这个概念股呢 那我说过了 这是一档这样高获利 这股价低基期的股票 你想要赚 就请你来跟着我赚 那他股价呢 今天还是持续的上涨 上涨的不多 但是他就是上涨 好吧 那对于2022年的行情 我已经送你的 这个字叫做大 对于2022年大 大的定义 这边地方有这样 台北股市市值前60大的股票 这张图 这张字卡 这个图表 才刚做完 你想要 就请你在我这一个 左有没有 下方LINE AT QR Code 扫描加入 来留言 留下你的电话姓名 那我就会把这一份资料送给你 相反的 如果你看了这资料呢 如果看不懂 不知道怎么运用的话 就一定要来加入的会员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2022年 线上投资展望 这是我们会员的 这个影音节目上面 我们会讲 资金面 与选股方向的解析 对于这张图到底要怎么利用 对于这张表到底要怎么利用 我都会在这一个 线上投资展望上面 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要怎么加入会员 就看这只手 这只手下方就是 LINE AT QR Code 你随时都可以扫描 来询问我们会员 要怎么加入好不好 或者你直接打电话进来也可以 那我们电话号码是 0226538299 0226538299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地方 明天再见 拜拜